如果说动物界里真的有变形金刚 那无疑脚蝉或蜡蝉一定横扫其他动物 真的非常难以置信 同样的物种居然进化出了多达成百上千种形态 脚蝉和蜡蝉都是稀释植物的枝叶维生 多为害虫会导致树木枯死 同时蚂蚁还会充当脚蝉的打手 而它们只需要分泌出甜蜜的液体 交给蚂蚁当作保护费即可 而蜡蝉虽然没有蚂蚁的保护 但它们自身却能喷出奇臭无比的液体 驱赶捕食者 这些奇怪的家伙中最独特的十五种 经过阿军辛苦的收集 终于为大家找到了 废话不多说 一起看看它们是谁吧 第十五 刺脚蝉 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脚蝉 生活在亚热带环境 特别喜欢聚集在 一种名叫荷欢树的树枝上 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 背部有明显的尖刺 这能帮助它们伪装自己 让捕食者误以为是树枝上的刺 同时 雌性和雄性的刺 是有区别的 雌性通常是尖尖的 感觉能把手给扎破 而雄性是扁平的 看起来像一根柱子 第十四 直升机脚蝉 因为在巴西分布较多 所以也称为巴西脚蝉 尽管它们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它们的头部 有人说像直升机 也有人说像无线电 曾有人猜测 这些奇怪的头部 是它们用来互相传递信号的工具 但其实基本所有的脚蝉 都是通过振动身体 带动植物的振动 发送信号给同伴的 而这些微弱的声音 人类是捕捉不到的 当若虫收到信号后 也会跟着振动放大信号 此时 虫妈妈就能收到信号 及时保护宝宝们 话说挥直升机 哦不是 是那个奇特的脚 据说 它们之所以把自己搞成这样 是为了模仿成 被真菌感染的冬虫下草 通常捕食者 不喜欢被寄生的昆虫 所以 这能帮助它们 减少成为盘中餐的概率 真是聪明的伪装 第十三 广吃腊蝉 这些会行走的棉花糖 就是广吃腊蝉的弱虫 别看着它们弱不禁风 几乎所有的腊蝉后腿 都有强悍的爆发力 几乎可以跳一米高 未成年的弱虫 喜欢群聚在一起 成年后会分开 各吃各的 之所以搞这么多毛出来 可能是为了模仿棉花 误导其他动物 而且太多的毛发下 其实没零点击两肉 一口下去满嘴毛 连鸡类都不如 它们 也是国内比较常见的害虫 它们分泌的密露 会导致植物霉污病 影响光合作用 严重时导致树叶掉光 第十二 风脚蝉 如果没说本期视频主题 我向你绝对回猜 这个家伙是蜜蜂 它们是Haterometus署的成员 目前已有四十多种 主要栖息在 哥斯达黎加 或热带美洲 该树最大的特点就是 尾巴处有巨大的流星锤 其中最奇葩的 就是这些模仿狐蜂的家伙 不过 那些尾部 并没有实际作用 它们是空心的 并不能像蜂一样折人 平均体长在十毫米左右 之所以模仿狐蜂 大概是因为 狐蜂会将自己卵 铲在其他昆虫身上 有点像异形电影里那样 然后别的动物就只能等待 蜜蜂幼虫 从自己体内缓慢爬出 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 所以这样既可以警告其他动物 也可以躲避蜂类的侵扰 第十一 蚁脚蝉 众所周知 蚂蚁算是这个世界上 分工合作 最默契的动物了 而且蚂蚁和狡蚕 也是互惠互利关系 狡蚕分泌秘露给蚂蚁 从而得到其保护 当然 剑多了厉害的打兽 耳濡目染下 自己也得向着它们看齐 渐渐地就把自己 模仿成了蚂蚁 甚至为了更好的模仿 这种狡蚕的翅膀 都要比其他品种 更加的透明 难道说 这些家伙想脱离蚂蚁 自己单干 嗯 真是有野心的小东西 第十 被狡蚕 也被称为鸟粪狡蚕 这一点仅从它们的外表 就不难看出 俗话说 只要自己不觉得恶心 那位恶心的 就会是别人 这些都是 可爱的脑袋鼠 最典型的特征就是 背部有不规则的凸起 颜色看起来像 呼目或者鸟粪 这家伙显然不像鸟粪 是模仿奥利奥嘛 当然 主要得看自己想象力了 你也可以说 它们在模仿真菌类植物 动物们大多都讨厌真菌 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九 龙眼鸡蜡蚕 这个物种 对于生活在国内农村的老铁 应该不会陌生了 它是很多人 儿时的玩伴 之所以 叫它龙眼鸡 是因为它们 喜欢栖息在龙眼树的枝头上 而头部的凸起 又和鸡嘴很像 故此得名 它们还有别的名字 比如龙眼鹅 长鼻腊颤 翅膀十分艳丽 酷似孔雀的尾巴 虽然长得毫里好看的 但却是农民伯伯 讨厌的害虫 恶贯满盈的家伙们 吸食果树时 不懂得节制 会导致树木缺乏营养 而虚弱 同样它们的秘露 也会诱发酶烟病 导致树木病死 不过好在 在牛的动物 也逃不过国人的嘴 富含蛋白质的龙眼鸡 在广西广东的老铁门嘴下 硬生生的 被吃到了六百元一公斤 现在更是有价无事 有钱都不一定能吃到 你有吃过吗 告诉我一下 它们是啥味道 第八 流头翘鼻腊颤 这种如同流星锤一样 鼻子的腊颤 可不多见 它们大多生活在 巴西大西洋雨林中 可可树 是流头翘鼻腊颤的最爱 它们吸食这种树的枝叶 不过 它们的味道很难闻 而且 不像龙眼鸡这么可口 甚至是有毒的 它们会被人造光线索吸引 不知道家里飞进这家伙 你会不会害怕 反正阿军 肯定抓起来当宠物养着 哈哈 同样的 这些流星锤 也是空心的 不过想来也正常 如果真的是实心 那会影响飞行的 第七 班依提灯蜡蜡 当你看到这怪异的头部时 估计会好奇 这到底是啥 它学名叫班依提灯蜡蜡 因为头部 酷似花生和短吻鳄 也被称为 花生虫和鳄龟 成虫体长 53至75毫米 翅膀展开 达到 115至150毫米以上 虽然个头很大 但它在热带雨林里 是很多动物热爱的美食 所以 不得不从外形出发 让自己 变得更加可怕一些 它具有一系列内置的 不同防御机制 首先 花生虫是一种 特别擅长伪装的昆虫 其花纹 有助于它完美融入周围环境 当然 有时也会被别的动物发现 为了不成盘中餐 那个巨大的花生撞头部 也是防御机制之一 它的目的 是让自己看起来 像一条可怕的蛇 而不是一顿美味的小零食 如果捕食者没被那片过去 那么花生虫的头部 实际上并不是它存放大脑 和其他东西的地方 它是空心的 并且可以分离 所以理论上讲 如果捕食者咬住这个假花生 虫子就可以利用这个狡猾的把戏 趁机逃跑 如果这些方法都不管用 这些昆虫在它们的翅膀上 有一些漂亮的大眼图案 它们可以向攻击者亮出这些图案 希望能够吓跑它们 如果所有方法都失败了 恶龟虫 还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秘密武器 它可以喷射出恶臭的液体 这种液体的刺鼻程度 至少可以让捕食者的食欲减少 第六 阿尔基米德脚蝉 这个名字是英文直译过来的 阿军找遍了网络 也没找到中文命名 姑且先称呼它三脚蝉吧 它们是LK增鼠 旗下有38个物种 通常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能找到 那么它们这又是在模仿谁呢 阿军实在是想不到了 评论区告诉我 像什么动物 第五 恩切诺帕脚蝉 从远处看 像不像一只黄黑相见的鸟 其实 凸起的尖刺是它们的头部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的很像鸟的尾巴 鸟类是它们的天敌 把自己模仿成捕食者的样子 让鸟物以为是同类 从而放过它们 正所谓打不过就加入 就是这个道理了 它们是宝妈界的模范 宝宝一出生灰一直守在身边 直到长大成年才离去 你知道它旁边的脚蝉 叫什么名字吗 别急 后面会介绍到 第四 家脚蝉 这个家伙又是在模仿什么呢 有没有想象力丰富的老铁告诉我一下 不过我感觉有点像冬虫下草 这些酷似火星生物的家伙来自 尾内瑞拉 鱼林树枝里的枝叶是它们最爱 通过锋利的口气会像西果冻一样狼吞虎咽 吃饱喝福还不忘抖下腿运动下 第三 树叶脚蝉 斗逼的脚蝉 除了模仿动物外 还会模仿植物 比如 这个散心属下的 某脚蝉若虫 活脱脱的一片汇动的树叶 第二 龙骨脚蝉 虽然叫这个名字 但仅从外观上看 且是更像鸟粪 枯树叶或是蝴蝶 不过它们与别的同类不同的是 并不会传播植物疾病 所以不被视为植物害虫 第一 头盔脚蝉 我个人认为 比起头盔 它们更像是合上翅膀的蝴蝶 它们主要来自哥伦比亚 来地西亚 亚马逊与林 这些魔幻的家伙们 距今已经有四千多万年的历史了 虽然它们的脚 无法像其他动物一样 当作防御和进攻目的 但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和狐假虎威的模仿力 依然让族群存在了如此之久 也让人感叹生命的奇妙 以上这些奇怪的脚蝉或蜡蝉 哪些是你在生活中见过的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么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